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小姐姐因为是靠在等等中间只露出了一半的脸 又将双方的战火推向高峰 有时是粉丝怒斥剧方模糊方位混小是非 成员著小说就是大女主 自家爱豆更是内地电视篇四小花旦之一 一番勿容之一 而另一边女皇们在微博上摆出大数据 称在今年1月到7月之间 最玲珑的全部相关信息中 体积量最高的词是陈伟婷 最玲珑和情人节 各式嘲讽给你女主收拾扛不起来吗 加上剧方关心过 这部剧是女强男也强的 男性传奇全貌剧 应该是算平凡 或者按照以往经验 男主自然是一番 双方各执一词将持不战 到底我觉得妮莉男女主似的原因 真的只是粉丝为了找存在感吧 心想大家爱豆都是流量担当 凭什么我爱豆往后考 然而所谓一番二番 早在一人间隙前就已经签约好了 最后苦了是偏方 两面不是人 其实这男女一番之争 自玲珑也不是先例 去年火爆全网的妮莉 威威一笑很倾城 也深受其苦 当年聚集着双流量的尼里威威 就因为一次更新海报 把正手的名字放在羊羊前面 导致羊羊粉丝 又吃剧方对男主不公平 在评论下 首次剧方来为羊羊讨公道 最后下的剧方赶紧删除 重发为国 但是粉丝们仍然不解气 一家把女主PS掉 让男方分饰两局 一家把男主护掉 打伤二番表情 不得不承认 俩流量大咖相撞 必有一伤 视频方面 现在都学聪明 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一线流量搭档 一二线偶像 比如我们大秘密 和台湾男演员 三生三世 扶摇 都是妥妥的大女主 就算电影看黄泉 也得让我独犯 又比如黄泉 成坤大妮妮 在怎么大女主的线 人家咖位明显高几个level 陈小和尊丽 那年花开月正元 也是如此 还有我们早年间 小豹子赵立尹 花千古 二番搭霍建华 如今成为流量套 跟林歌星搭档的 《楚桥传》 必然是一番 所以说 连离大娱乐圈 不只要学会抢合影的C位 还得在电视剧电影中 抢了一番 才算是No.1呢 各位大佬 也是相当辛苦了 不过有空 正范围 还不如花点时间 提升演技 毕竟谁演气差 好了好了 今天的818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让马拉山老气鼓唠爹 再来跟你说说 娱乐圈熊孩子们的 哪些事